伴隨著西曆8月8日 獅子座新月 我們亦正式踏入農曆的七月節 在這裡做一個小分享 分享一個佛教非常之殊聖的法門 就叫做報父母恩就 這是一個期間限定 因為根據記載 農曆七月去念報父母恩就 如果是在世的父母就會增幅添手 即使是往生 甚至是過去七世的父母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過去七世的父母都可以得到解脫和超聲 我就是這樣去念 Namomilito dopoisoha Namomilito dopoisoha 詳情你們去YouTube找 找一些高僧大德 一些正式的法師的開示 就會有更加詳細的資料 因為正所謂豬肉在前 我都無謂跟他們搶他們的credit 因為其實我都是跟他們去學 正如我YouTube這裡的底圖 如果喜歡聽廣東話的朋友 就有法性講堂的法人法師 亦都是我這次佛誕去歸醫的地方 或者在台灣也有個海濤法師 他的開示都是非常精彩的 所以那些要念多少次 或者是否真的農曆七月才能念 其他那些時候可不可以呢 麻煩你們去拯救其他高人 祝大家接下來是平安吉祥 以及你們的父母 亦都可以得到一份祝福 上升或者太陽天秤座的朋友 來到農曆七月節的紫身青帝雲世呢 嘩嘩嘩 真的跟我之前在七月一號晚上 星期四晚上 記不記得我那晚還沒上迷寶公糊怪壇 說木星易行塔尖亂林叫你做好人的 說跟那晚的訊息是完全非常呼應的 尤其是因為現在已經是來到 就是我當晚將今次的目逆是分了三個階段的 現在已經來到第二個階段的都比較中間的位置 OK 所以呢其實我們是 就是全人類 是更加更加進一步是陷入泥沼的 OK 那那 By the way 就是講起這個 就是我講完想怪壇做節目 有很多人不斷在那裡問的 OK 那其實我在處女座的聲韵都交代了 不過我在這裏都說了一次 我又不應該直接把你們 就是我彈你們叫你們去聽處女座的 那因為如果不是這樣就不公平了 會助長了處女座的view rate 那就會令到你們的禮事排後一點的 Anyways 那其實不斷都有很多人在問 啊為什麼上次上那個節目 但是YouTube現在沒有了呢 那首先我要做個澄清 多謝大家關心 也都不需要替我擔心啊 替我抱不平啊 因為這件事情 Sandy其實是跟我說過的 那將節目下架呢 就跟我本人啊 跟我的立場啊 也都跟那個節目內容呢 是毫無關係的 尤其是叫你做好人 這個是一個這麼正能量的東西啦 剛剛想說髒話 就是完全不敏感的節目 那為什麼會下架呢 但是這件事情呢 我是理解及尊重賣寶工房的決定的 那所以完全沒有黑感覺啊 但是聽說如果你們想聽那個節目呢 其實在Facebook都還是有留底的 留底的 好啦 Anyways我提醒一下各位天秤座的朋友 那當晚說木星逆行呢 我就只是說上升天秤座 但是既然現在這個星運 就是都拜太陽天秤座 那太陽天秤座就聽了 但是上升天秤座呢 可想而知那個能量是會更加硬的 因為其實木星逆行那時候已經是專門就是上升天秤座 但是只不過農曆七月這次這個能量呢 我就是上升和太陽都見到 但是很明顯看到其實上升它是兩邊都中了 OK 提醒一下大家 我那時候就說天秤座的朋友 就是那時候說上升 就說因為這次的木星逆行 在你們一個house叫做Deshitana house 就叫做受苦之地 所以就是說 接下來你們要做一些好人好事 什麼叫好人好事呢 你們重聽那晚的節目 但凡做一些好人好事的時候 會很容易被自己患樂的心去distract了 即是有時候都不想受苦去幫人 或者去做一些其他靈性的追求 不如自己玩 開心點好過 人生得意 你衰進歡莫屎金進空對月 OK 那時候我就提醒你們 所以 麻煩勿勿忘初心 有時候其實都是貢獻幾個宇宙 那個靈性的目的 會更加高過你自己去玩 那時候我是跟你這樣去說的 好了 但是呢 來到這個農曆七月 我又要跟你說一個相反的說話 你這裏聽到就會很奇怪的 那時候叫我相反 那時候叫我做好人 但現在又叫我做相反的事 那為什麼呢 因為 那我其實 我只是看木星 當然也會看其他星 但是那個呢 你明白嗎 是一個很普遍的訊息 OK 也都是一個小小的提點 一個對人世間 一個很普遍的提醒 就是說 啊 就是做一些好人好事的時候 會容易退失 那會容易退失 那勸大家 物無忘本心 是不是 但是 當我每一期做到星雲的時候 那其實我會更加precise 那我是做了三部曲 我不知道大家從來有沒有聽過 OK 其實我是會看上一期的星雲 那個message是什麼 跟著 今期開今期的本 還有看牌 透過牌去提我今期的本 要特別看什麼地方 喂 跟著何況我都還說 現在會加上去看 行星 Fixed Star 對不對 所以這裡的message 是更加precise 還有它是更加短時間 因為理論上 只是說農曆失月 對不對 但是當然 你們有聽過我也知道 其實每一個星月的力量 不單止於這個月裡面 OK 但是 總之 那個限期理論上是短一點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顯微鏡 你明白嗎 所以我現在 只是在這個農曆失月 我要給你們一個相反的意見 就是反而我想說 有得玩就好玩 OK 即是說 當晚牧生逆行的 general的訊息 可能 可能 去到農曆八月 會繼續 去到農曆九月 會繼續 到那時候 你們才做好人好事 但是 來到農曆七月 有一個twist 就是說 你們都真的 可以是 把握時機 想去 放鬆自己 娛樂自己的一番 這樣的機會 趁現在好去做了 如果不是 將來受蘇州過河 沒有聽答 因為將來真的 非常忙到你死 所以 應該這樣說 暫時叫你去玩一下 輕鬆一下 放鬆 放鬆心情 是 應驗了一句言語 就叫 休息是為了走近緣的老 OK 所以 不好聽的話 就是 你現在 退失本心 你現在 不理會別人 你只是 自顧自地 玩樂 但是 好聽一點的話 其實你現在是 一個差點的時候 OK 所以 任何 就是 最近在貢獻 人世間的事情 如果真的 壓得你太辛苦的話 真的 不妨去 決一決 OK 因為其實 positive 我真的覺得 休息是為了走近遠的路 OK 還有 有時 適當的玩樂 不是一件壞事 就是 大家 學生時代 有時 測驗考試 大考那些溫習 是吧 你溫度 某個時候 其實你都可能要去看一下電視 做一下運動 吃一下零食 是不是 就是這件事 其實都是令到你腦部的神經鬆弛 你之後 溫習 才會更加是 入腦 OK 還有 我剛剛說過一句 蘇州過河沒有聽答 這裏呢 亦都是 要再次提醒你們的老毛病 OK 就是有時很喜歡 在這裏 等等等 等到花兒也謝了 太多事情想 太多長遠的計劃 OK 但我真的跟你說 麻煩 珍惜現在 擁有現在這個機會 有得好去放鬆就快點好了 如果不是 你不趁這個機會 去丟下 不要丟下 丟下 丟下某部分 的責任的話 你沒有機會休息 OK 正所謂 壽星公 吊鏡都要 不是 即是 吊鏡都要休息 OK 不跟壽星公 真的拿著這些機會 是什麽的機會 就是 如果有一些 移民的機會 或者是一些 在 general 可以令到你 擴闊眼界的機會 包括學習 OK 如果剛好看到 這些課程 又或者 來後 不知道 不知道哪裏給你 讀書的 Schoolership 一個Subsidy 你快點 趁這個農曆七月 拋下其他的東西 其他的考慮 快點爭取這個機會 去 這個反應 或者如果是移民的話 忽然之間 我想起 加拿大 因為加拿大有個 救生艇方案 有Stream A & B 其中一個Stream 就是Stream A OK 就是說 你可以去加拿大讀書 然後就順便移民 咦 這個才不是完全答應 是不是 讀書 因為我剛剛提過 學習機會 然後移民 是不是 如果真的在這裏 考慮當中 拜託不要考慮 因為可能 就是 可能過了這個七月 就 機會沒有 OK 尤其是對天秤座 是的 我不知道 可能 就是說 如果你說 只是對天秤座 但是如果我當 加拿大無端端 這個方案 其實他是對十二星座 但是為什麼會 只是對天秤座 我不知道 可能 到那時候 你們apply 然後移民工會 對你們天秤座 最看不順眼 最看不順眼 最不批給你們 我不知道 OK 這個就要看看 上天怎樣去 playout整件事 OK 最後最後 有健康的問題 也都要趁 趁接下來這個階段 盡快提醫生 因為你們 接下來健康 可能會有 少少好轉 少少復原的機會 正所謂 回光返照 趁這個時候 就快點去 排隊 提醫生 其實你特地要去治療 你都要給一些精力出來 如果我當你之前已經是病 整個程度 連走路 連坐車去診所 都沒有時候 沒有心機 沒有精神 現在你趁有少少的體力 或者就算 不要說體力 但是我當 其實接下來的 生活的程度 都會寬鬆一點 OK 再次 認了第一個 就是 接下來都可能有少少 可以是放鬆患樂的機會 那你就麻煩把握這個時候 快點 有些什麼的病 一次過將它KO OK 那就 是 這個農曆七月 你們會 忙於 照顧自己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Ig、Mimi、Youtube 都記得要 按下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 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亂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 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我有時 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 尖精師 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常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星雲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是給大家一點點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雲的影片之後 provided 我有時間 我就會想看行星Planets之外 就是看Fixed Stars 恒星銀行的行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 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 回到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